TVB一年一度的頒獎禮 很快就要舉行了 讓不少觀眾都十分期待 據說今年將會打破過往的常規 一眾候選人將會到澳門出席頒獎禮 這倒是有些新意 隨著頒獎禮的臨近 每年大家最關注的事大事後 十強人選已經出爐 從候選名單來看 今年的最佳男女主角 似乎競爭不是特別激烈 而且觀眾眼中的大熱門也都紛紛入圍 賽果似乎呼之欲出 觀眾的呼聲女 馬國明、黃忠澤、陳豪 以及陳展鵬四人的迎面似乎更大一歇 四人當中 只有黃忠澤沒有拿過視帝 而他主演的劇集 獵影追擊最初被列外台慶卡時 是讓人有歇吃驚的 始終該劇並非出自KVB 所以很多人認為 今年高層有意讓黃忠澤奪得視帝的殊榮 馬國明憑借新聞女王 雖然贏得了話題到 但是在這部女性群像劇中 想來他出圈還是有難度的 而在劇集發言人中他的表現也是中規中矩 因此馬國明再封大的紀律不高 相比之下 張震朗主演的靈氣逼人 雖然是小成本劇集 但是卻以外級觀眾帶來不少驚喜 而張震朗的演技也不用多說 以年之來港也非常符合高層的投票標準 不知道今年他是否有機會 TVB時代評選已有25年 如今再看16位時代 有人實至名歸 有人卻被稱為水大 1.1997年 羅家良難興難帝 97年作為萬千聲輝頒獎典禮的開幕之年 競爭非常激烈 能入圍都是經典 呼聲最高的是 歐陽真華和黃一華 尤其以黃一華風頭聚足 他甚至直接穿上了喬峰的氣服 頗有勢在必得的感覺 沒想到最終爆冷書級了羅家良 平心而論南興南帝雖然經典 但論知名道和演技 未必敵得過天龍百步中的喬峰 可視TVB看中了他的潛力 加上脾氣火爆的黃一華 與當權派梁家樹不對付 所以羅家良就成了幸運而 黃一華只能反覆出走書發憤恨 導致星途一路走跌 讓人遺憾 2.1998年 羅家良天地豪情 第二層事態之爭依然無比激烈 這一年 新進小生古天樂黃空出生 帶來了轉型之作《美美天王》 歐陽真華在台昌師者中的陳小生 也特別討喜 此外還有妙手人心中的 吳啟華和林寶儀 是不折不扣的斯拉殺手 從演技來看 古天樂手顯自亂 其他幾人則不分高下 讓人難以抉擇 不過羅家良運氣太好 刻好選中的 最引人注目的家族雙戰器 最終羅家良幸運年中 成了第二屆時代 3.1999年 古天樂刑事偵緝檔案4 1998年 刑事前三部的南1號陶大宇 因為合約和TVB鬧翻跳槽渡亞視 還拍了大爆款中環四海 這樣TVB火舞三仗 當即啟用古天樂和宣圈 開拍第四部 還任性的把劇情延長到了50集 非要和中環四海正面火瓶 雖然最後修士被趴趴打臉 沒想到因禍得福 反而成了最大贏家 古天樂和宣圈 雙雙成了是帝和事後 那年古天樂才29歲 是日金位置最年輕的時代 4.2000年 包養真華洗冤錄 連續陪跑三年的包養真華 終於迎來了首作時代長輩 洗冤錄中 包養真華的表現尤其得出 既輕鬆悔鞋 又不乏嚴謹認真 再加上孫圈和陳妙英 兩大花彈的家事 能勝出並不稀奇 這一屆最大的競爭對手 是王子華的男親女愛 不過洗冤錄 勝在古裝探案太離奇 5.2001年 古天樂沉秦記 如果說仍是四有運氣的成份 那麼沉秦記就是實至名貴 作為穿越劇的開山之作 沉秦記無論從編劇 還是腹化到都無可爭議 同時古天樂作為王義陰點的主角 表現也盡善盡美 簡直是完美契合 相對而言 羅家良的七姐妹收視平平 包揚真華的台窗施者生 還有吳啟和和林寶儀的妙手人心 都劇情平淡 表現缺乏驚喜 6.2002年 羅家良流金歲月 破街幾年之後 羅家良又回到了最熟悉的雙善領域 這一年 KVB遠赴澳洲取景 高標準拍攝了台興劇《流金歲月》 論雙善 誰能敵得過川西藏的老家 競爭對手也肯平庸 入圍的都市陳豪 臨風和馬俊偉這類新人 所以不出意外的 羅家良三道獲得時代 成了男性中最豪華的存在 7.2003年 郭俊安坎夫成龍 相對前幾屆的一目了然 此一年競爭尤其激烈 大業門有談判川家中的 靠陽振華和張志臨 還有從影帝屈磚炮沖上雲霄的鄞鎮宇 以及九五至尊的光華 雖然光華表現最為精彩 可視作為從鴨士跳槽過來的外來戶 他注定只能陪跑 鄞鎮宇的發揮空間不大 更多的是灑碎 高陽振華和張志臨 雖然演技不俗 可角色和質化嚴重 沒有驚喜 論最難忘 還視得破自我 首次演傻歌的郭俊安 8.2004年 林寶儀金枝玉業 金枝玉業應該是TVB史上最傳奇的一部劇 首先他開啟了公斗劇的起源 引發了內地大批青宮劇的生鮮模仿 其次參演這部劇的演員 都先後獲得了時代 事後甚至最佳男女配角等 可謂造星神話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當屬林寶儀 他所飾演的孫太伊 一個人流轉與後宮五大美女之間 演技內臉生動 讓人探偽觀止 林寶儀這個時代 絕對眾望所歸 這一年最可惜的是王子華 主演的動督神探極其精彩 可惜對手太強悍 毫無反擊之力 9.2005年 郭俊安下往生存 這一年不少配過當年識虎傲聖婆 開始一位五強 例如陳豪的秀才遇到兵 馬德忠的酒店風雲 不過演技還首顯自亂 醉意南平的當屬苗翹偉的學景洪森 可惜如想所述 KVB更多的考慮是培養新人 只能無奈陪跑 最終矮子雷畢將軍 選中了已導演傻國的郭俊安 10.2006年 鄭家榮天幕下的戀人 從這一屆開始 事帶有了水帶的說法 因為鄭家榮的得獎太匪而所思 鄭家榮是歌手出道 之前只在影視劇中打仗由 這是首次當男一號 第一次入圍 就成了時代 真的天父異品嗎? 合合相反 天幕下的戀人是TVB 最不擅長的偶像劇 整體忽善可塵 同其入圍的作品 林文龍的法政先鋒 林寶儀的花舞皇沙 還有馬德忠的鳳凰四重咒 也沒那麼不堪 儘管質量不如從前 可隨便拉出一步 都能吊打 為什麼鄭家榮能得獎呢? 坊間傳聞鄭家榮 私拿頭部合約換獎盃 變成了絕對的親兒子 雖然真相不明 可水分確實不少 11.2007年 陳豪唐森風暴 不知道是不是去年爭議太大 今年TVB弄出了幾個爆款 柳重人和林峰 靠歲月風雲雙雙入圍 歐陽真華的賭場風雲 還殺到了國際艾美長五強 學景出姦的後悲也不錯 不過最終陳豪強勢易襲 靠唐森風暴斬獲時代 作為家庭倫理劇的巔峰之作獲獎並不意外 12.2008年 夏宇唐森風暴之家好月園 協著前作的餘威 家賞續作質量不錯 《唐森風暴義》 在這年大爆發 林峰、陳豪、夏宇三大主演全部入圍 按照TVB的慣例 陳豪已經一座獎杯在手 怎麼也該輪到林峰 無奈夏宇表現太經驗也算是實至名貴 13.2009年到2010年 來要場《跟過梟雄》系列 《跟過梟雄》大概是TVB最後一個爆款劇 加過大義與個人命運完美結合 開播就引發收視狂潮 吸引了近300萬香港市民觀看 能夠把柴狗演出精髓的 大概也只有老戲骨來要場了 人生有幾多個十年 最緊要活得痛快一度完成了金句 14.2011年 鄭家榮怒火街頭 時間5年後 鄭家榮再次斬獲視帝大獎 不過這次沒什麼爭議 總算有了一說前次的感覺 15.2012年 麗耀祥祥帶太監 麗耀祥是典型的大喜晚城 越老越氣鄉 短短一年之後又再次奪得視帝 徹底追平羅家良的記錄 這一年也是相對公平的一年 本來坊間推測 視帝應該內定了臨風 畢竟陪跑多年應該得獎了 而且他主演的雷霆掃毒 也可圈可點 馬國明的 uncall 36小時 雖然也不錯 不過畢竟是首次入圍 還可以壓一壓 陳豪的天梯則表現平平 沒有特別精彩之處 唯一有壓力的 就是來耀祥的大太監 不過他已經連得兩屆 少一次也未必不可 沒想到最後爆冷 又吸了來耀祥 16.2013年 王子華 My lady 這一屆也是爆冷 頗有安慰獎的意思 大熱門有吳鎮宇和張士林的衝上雲宵二 一個金帳影帝 一個筆魯碎歌 人氣都很高 親兒子馬國明憑uncall 36小時二再次入圍 虎傲當年 急遂一個時代證明自己 陳展鵬剛剛簽了經理人合約 力捧資深明顯 不過他的巨倫製作水平不高 應該是預熱陪跑 綜合考慮 馬國明最應該得獎 結果偏偏吸了王子華的 My 勝利記 王子華的演技當然倒極可視 My不是他最好的劇 所以得獎莫名其妙 他甚至根本沒去領獎 17.2014年 郭俊安中間人 這應該是林鋒來獎杯最近的一次 憑這試圖行者 他獲得了不足的讚譽 這可惜運氣不佳 遇到了最擅長傻國和監國的郭俊安 時隔多年之後 郭俊安也成了第三個三金時代 18.2015年 這年不值一提 人和作品都太垃圾 19.2016年 陳展鵬城寨英雄 前面說過 陳展鵬受到TVB高層力捧 遲早要得獎 在四次陪跑之後 終於接過了世帝獎杯 不過相對而言 陳展鵬也算實至名歸 這一年的城寨英雄表現優異 其他對手就非常平庸 20.2017年 王浩遜踩過界 王浩遜和陳展鵬一樣 都是TVB力捧的對象 畢竟近年來港圈斷層嚴重 已經拿不出什麼人才 而王浩遜無論是外形 演技還是熱度 都值得下點本錢 於是他第二次入圍就順利得獎 憑這踩過界奪得世帝獎杯 連苗橋偉的雀削都被踩到腳下 21.2018年 馬德忠跳躍生命線 這一年忽善可塵 功心計兩和栽創世紀 拼命炒冷飯 遠不如前作精彩 張惠健的大歲哥 道士雀頭十足 可視質量不佳 年過本百 還是用老套路演戲劇毫無驚喜 所以 馬德忠的得獎並不意外 22.2019年 馬國明八色強人 陪跑一、二年之後 馬國明終於拿到了人生第一個時代 他也是第三代五輔中 第一個拿獎的 當時全場起立鼓掌 非常震撼感人 和馬德忠一樣 他這個獎有點水 競爭對手全是新人 也沒什麼得出作品 不過只要他能得獎 還有什麼好開窄的 總比級唱歌的周炮豪強霸 23.2020年 王浩信踩過界二 王浩信以風時代 這個結果並不稀奇 畢竟來要搶禍陳豪的殺手 收視慘淡 臨風的是逃行者三缺點運氣 當晚最精彩的是他太太陳志堯的微表情 兩份不止、三份不虧、五份疲疑 直接蓋住了丈夫的風頭 王浩信實力還是有的就是太風流 24.2021年 譚俊賢換命真相 譚俊賢被稱為最強水大 因為他魯巴是迪龍 星空下的人衣 本來是大熱門、製作精良 馬國明和鄭家詠的表現 也頗為不俗 雖然港劇整體質量下跌明顯 可也算可以 沒想到最後吸了初始入圍的譚俊賢 只能說好演技不如有好巴巴 25.2022年 陳山聰今宵大夏二 2022年 他可以說是迎來的事業的高峰 入行三十年的他 在今年推出了六部劇集 並且還在頒獎禮獎獲得了15個提名 同時在這些劇集中 還更是有三部作品 打入了世帝的候選名單中 所以在本屆頒獎禮中 陳山聰可以說是不拿是帝都難 而最終讓陳山聰奪得是帝獎項的作品 是今宵大夏二 可以說是實至名歸 總體而言 是帝挖掘了不少優秀的演員 也留下了很多以南平的遺憾 不知道今年會是誰哪下如此樹榮呢?